一個男人會對一個女人主動與否 要不要追求外表佔了六七成 那個性互動感覺會導致想不想交往 你在跟人談話的時候 讓自己笑點變低一點 可以讓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讓男生對你主動的三個經濟招數 雖然我們是要讓男生對自己主動 但其實自己還是得做點事情 這些事情有做得到 你的異性緣 又或是讓自己喜歡的人 對自己主動的機率 不一定會變大 只是你可以從影片中的項目一點一滴的去調整 之後累積成長到某一個階段 蹦你約會超多排不完在煩惱 每天都有好多帥哥跟我約會好煩喔 我喜歡醜男耶 之類的 但還是要挑一下對象喔 不要隨便就跟人在一起了 首先呢我講三個招數之前 有一個前置條件是一定要做到的 就是提升自己外型吸引力 你自己覺得好看 而你會對自己外型是有自信的 也許你有一定的風格 而也喜歡自己的身材 你都會為自己的外型打理 花一點心思 其實這樣就夠了 就是在我們男人眼裡會是 他會打扮 甚至他好正 你不需要去整形 或是讓自己一定要變多美 但只要基本有在整理自己外表 有一個情就好 因為男人其實 也會看大奶 翹屁股 王美臉 但不代表想要交往的對象 都一定要哪一樣 因為大部分的人一定追不到 他們會有自知之明 但基本上都會對自己身材外型 有自信的女生有感覺 是因為男人就是很看外表 一個男人會對一個女人主動 與否要不要追求 外表佔了六七成 那個性互動感覺會導致想不想交往 那假如連追求的慾望都沒有 那個性心態互動也不會想要了解 可是個性心態互動也是很重要 不會只有外表就是一切 只是通常會在之後相處發揮他的重要性 那我們來說第一招 我所謂的讓笑變成習慣的意思是 你在跟人談話的時候 讓自己笑點變低一點 可以讓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從而找到有趣的事情去發笑 而那個笑不會是敷衍附和人才產生的笑 而是真心覺得有趣好笑才笑出來的 一個人會對另外一個人笑 就代表你去認同對方 你去接納對方 而當一個男人覺得自己被接納 會更容易想要找你多說點話 因為他可以從中得到成就感 或是被滿足被接納的慾望 也許這男人在跟很多人講話是不有趣的 但是他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他沒有說什麼 但是對他的話語看著他的眼睛產生笑的回應 他會記在他腦子 也許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會越來越想要找你說話 他就會思考自己是不是戀愛了 當他開始這樣想的時候 他八成就會認定自己開始喜歡你了 那很容易就會開始想要跟你更主動更親密 就是這麼誇張 因為一個男人假如他生活圈不大 很單純 其實很少會有女人對他示好 或是出現接納的感覺 而當這幾個月或是幾年 都沒有這樣的體驗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會覺得自己是不是戀愛 那也許你會問 那對異性緣很好的男性呢 那當然就不能只有笑而已 只是你讓笑變成習慣的話 你機會就是會變多 第二個就是你常常用笑容去跟人互動的話 那麼你會給人親切的感覺 男生在追女生的時候 通常不會選自己覺得高不可攀的對象 或是自己覺得噁心的對象 而是會選好像努力一點 是有機會追到的對象 所以你要讓他感覺好像有一點機會可以追到 只是他需要花一點心思 而笑容可以讓你更親切一點 其實笑容帶來的好處非常的多 所以你不常運用笑容的力量可以多運用 第二招 請他幫小忙和真心感謝的意思 其實這是你們也許有點熟識 但沒有那麼熟的狀態 那個小忙是真的非常小的 可能問對方一個小問題 我最近想要跟朋友騎腳踏車看景點 你有什麼點好推薦的嗎 他也許推薦了什麼景點之類的 那你再說 真的謝謝你推薦這些 之後真的跟朋友去玩的時候 可以拍幾張騎腳踏車在玩的照片 傳給他看 謝謝你跟我推薦的這些景點 真的很漂亮很適合騎腳踏車看風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出社會後的男人 他生活圈一般般的話 也是很少會被人感謝 當你去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很容易會讓他留下印象 而又在之後真的去他推薦的地點 他之後自己的話語被你認同 就會讓你們的關係好像又拉近了一點 那之後假如他都沒有主動覓你的話 你可以在幾個禮拜後 再用類似的手法請他幫忙 來回兩三次 通常他對你有興趣就會主動發起公事 當你在請他幫忙的時候 他會認知到你是信任他的 而且也是微不足道的小忙 但是因為這個小忙讓你們產生連結 你們的連結感越來越多 他有可能就會想說 要不要多認識這個女生 那就有可能去邀約你單獨出去 或是自己主動去覓你 當他開始會自己主動覓你的時候 那就代表上勾了 準備叫他給你一千萬花花囉 當他跟你產生的連結越來越多 他就會更容易覺得自己是不是喜歡上你了 第三招 不要對對方匱乏的意思 其實我前面說到現在的東西 很多情況對你來說都不會是 特地為了對方才做的 為了吸引對方才打扮 沒有 你是為了自己 為了讓更多人喜歡才去讓自己多笑 沒有 是因為你想讓自己 懂得體驗和享受聊天 在互動上 你都只是在呈現自己而已 你不用去做特地的行為 可能在節日 或是對方生日的時候 送對方卡片 或是對方受傷了 一直去關心對方 很怕對方惡道 照顧不好自己 你不是他媽不需要這樣 或是一直做無謂的關心或是聊天 你在幹嘛 你想我嗎 你為什麼要跟那個女生出去 不要因為自己喜歡對方 而影響了自己的生活 或是怎麼樣呈現自己 不要因為匱乏去影響自己 降低自己的吸引力 不用想著去控制對方 或是害怕失去對方 因為通常用這樣的思考邏輯 去跟男生互動的話 通常情況是把男生趕跑 那更難讓男生對你主動 那當然你外型身材很出眾 非常好 還是會有男生吃這一套 但吃完就跑了 對方也對你有點感覺 你有做到請他幫點小忙 你們有產生一點連結 通常情況他自己會把後面該做的步驟補上 他會自己主動去覓你 主動想要跟你約單獨約會 那他假如都沒有做 那就一樣繼續提升自己各方面 也許在久一點 幾個禮拜或幾個月 他就會主動的投入這場關係 而不會是你去表示要他追你 因為有些情況是他不是木頭 他只是不想追你而已 好總結 提升自己外型吸引力 讓笑變成習慣 請他幫小忙和真心感謝 不要對對方匱乏 其實女生要男生主動 相對男生要女生對自己主動 是簡單不少的 是自己對於一家可 不是我們玩的是 我們玩的是 我們玩的 是我們玩的 是 一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